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英文翻译第13次播出 我们今天要讲解释补足译法 首先介绍跟我一块主持节目的Charles 老师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其实我们这学期每一周都介绍一种实用的翻译的方法跟策略 那我们想说这么多种方法同学怎么运用呢 我问我老师看Charles 有任何推荐的方法吗 是的 我们有学过几个方法的翻译 所以大家都必须做自己的认识 这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在这里的训练是最完美的 就像在其他地方 老师说同学你要学习判断 并不是所有的方法一次通通都用完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要用这个judgment 你要判断什么状况下用什么方法 我想只有多练习 老师说跟任何事情一样 我们说practice makes perfect 只有不停的练习才到完美的一个境界 确实是很多能力都是经验和错误的累积 我想翻译的能力也是这么获得的 你多看看别人的翻译 同时同学可以尽量尝试一下 你不要怕错 才会累积到一个经验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解释补足译法 那我们先看看翻译的原理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在中英翻译这个技巧和方法当中 这个解释补足译法是很重要的 因为各国语文中有许多的词汇 它都具有文化的历史含义 语言是我们说文化上很重要的成分之一 语言更是一个生殖在文化的土壤当中 那么它要不断的吸取这个文化的精华 那么在文字上做很丰富的展现 OK Charles, what do you think? I believe there's lot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So translation is to bridge the gap Some of our expressions come from history, literature, including the Bible and movies and sometimes even pop songs, among others 我刚刚问老师这个中西文化的问题 他也承认说中西文化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这一条鸿沟我们翻译怎么办呢? 必须要加一个桥一个bridge 那这个cross up the gap 那架桥一个通道一个管道 那么我们对原文需要做一些解释 如果原文它是出自一些不同的来源 譬如说什么典故 原文的一个历史典故 或是圣经典故 还是文学名著典故 还是来自电影的一个电影的名字 或是里面的一个绘画 还是流行歌曲 那个pop sounds都可能 所以我们讲到各种语言的词汇 有的很多术语 很多典故 很多专有名词 还有些略语等等 那我们在进行翻译的时候 为了使译文清楚答译 那么有些专有名词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要查一查 有些略语是哪几个字母的缩写呢? 我们要去解释一下 那么注释可以提供 语文的读者一个文化背景的资料 那么补足的话呢 可以使语文更容易了解 Any comments? We do need some explanation while translating source text to target text so if we've got a short explanation we can incorporate it into the text itself but then if it's a longer one we have to make a note like have a cultural background or something OK 那我刚刚我老师说 在我们用解释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老师讲些原则 假如你解释的文字是很短 你就不妨碍到译文的通顺 你就可以把它并入译文当中 如果你要解释蛮长的 那当然要另外做注释 做个note 来补充说明 好 今天我们看看 我们把这个方法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专有名词 那么第二个是引用典故 第三是略语 好 所以你先专有名词 你要注意看看 这些是它一定有典故的吧 那这些略语 也是要说明是哪几个字的组合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专有名词部分 英文中有很多专有名词 它含有隐身的意思 我们要加以解释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试试看 Capital Hill has taken a tougher stance against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groups 我们把它翻译一下 美国国会已经对 国际恐怖团体 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那我们要看看 我们的Capital Hill 我翻成美国国会 对不对 所以我要注视一下了 美国国会位于白宫 东边的小山丘上 那么Capital Hill 可以指国会本身 或那个建筑物 这是我们所谓的解释翻译法 好 我们看下一句 Wall Street hopes new rate cuts will boost stocks 我来翻译一下 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 希望新的利率调降将振兴股市 我们的Wall Street就翻成 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 不像刚刚Capital Hill 我另外做的主 那很长 这很短就直接融入在我们的翻译文中 就可以了 好 再看一个句子 这礼拜可能是柯林顿总统 进入总统办公室以来 最头疼的一个礼拜 我们看我们在Oval Office 我怎么翻呢 总统办公室 那我们做主 为什么说这个Oval Office 总统办公室呢 原来Oval Office 位于白宫的West Wing 西侧里面 因为它建筑成Oval 就是椭圆形 所以有个字的称呼 因此我们看Oval Office 不但代表房屋的建筑物 也意味着总统的职位 所以这就是个解释了 来补充说明 好 再看 我们来翻一下 这个消息 并未受到英国政府热烈欢迎 我们刚翻的时候 把这个Ten Downing Street 翻成英国政府 为什么这么翻呢 我们来做个注释 因为Ten Downing Street 是指伦敦的唐宁街10号 如果你到英国去 你可以这边参观一下 英国的这个首相 住在这 是他的官邸 那我们这边可以说 是英国政府 或是内阁的问题 好 这是有关于 专有名词部分 那我们看第二部分 我们要谈谈典故 这个英文用点 用得很厉害 他们常常有这个 什么希腊神话 或是圣经 童话故事 西方文学名著等等 他们都一再的 普遍的来引用 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大家把这个典故 要说清楚 要说明它出处 还有它引申的含义 来 我们看看例子 The Achilles heel of the empire was lack of education 这个帝国的致命伤 在于缺乏教育 我们看要把这个 Achilles heel 这个典故 翻成致命伤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来做个注释 来补充说明 原来在希腊神话当中 Achilles heel 是指呢 这个阿基里斯 他年小的时候 他母亲也是一个女神 叫Fetis 曾经把她 进入地狱的明河里面 叫River Styx 为她全身 能够刀枪不入 但是呢 这个妈妈把这个孩子 放在这个水里的时候 她手握住她的脚踝 所以这个地方 没有沾到水 就成为全身 唯一的致命伤 看我们图片所显示的 其实每根都有Achilles heel 都能弱点给你的致命伤 好 我们看下一个例句 退休的部长 早就退出政坛了 那你看 为什么说 Washed his hands of 我把它翻成退出呢 原来是一个典故 Washed one's hands of 是出自在圣经 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里面 27章24节 当时耶稣被抓了之后 就交给比拉多来审判 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但是群众都不肯 所以比拉多看这些民众 非常激愤 他就当场拿一盆水出来 在民众面前洗手 他说 留这一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自己承担吧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被后来引用 解释说是一个人 他不愿意摄入某个事情 不愿意承担责任 那这是出自 新约圣经的典故 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 他的父亲是另外一个夏洛克 那谁是夏洛克呢 大概你要做注释了 夏洛克 如果你知道是阿士比亚的话 你就很熟悉 有一个剧本叫做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里面描写一个放高利贷 很冷酷的一个犹太人 表示这个女孩父亲 大概是很冷酷 很喜欢钱而已 好我们看一下一个例句 中国大陆处在跨入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迷幻世界 我们看看这个Alice in Wonderland 我翻成一个什么呢 一个迷幻的一个世界 好为什么这么翻 大概要做个注释 我们小时候都念过这个 Alice 梦有先进对不对 就是Alice in Wonderland 是一个童话故事 书说世界充满这个荒谬怪诞的事情啦 所以这一个这词语 就可以引申形容梦幻或者幻想 不合实际违背常理等等的世界 好我们看下一句 数百年来 这小国尼泊尔一直被认为是个宁静的世外桃源 我们看那个Shangri-la 我是翻成世外桃源 为什么呢 我们来做个注释 原来Shangri-la是出自小说失去的地平线 The Lost Horizon 那么书中描写一个一世独立的人间仙境 称为Shangri-la 香格里啦 那么这个典故是指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乐园 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这个典故的来自小说啦 来自这个童话故事啦 来自圣经或沙士表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在谈这个翻译的策略 今天特别是想谈 就是要解释补足法 你要做些Notes 注释 刚刚谈到有专有名词要做注释 像是Capital Hill Ten Darling Street 那么这个小说部分 有些沙士比亚啦 或是这个什么失去的地平线啦 这些你都要讲一些它的来源 那么第三种我们要讲的是说略语 英文中有许多这个缩写 缩略的字母连起来 那翻译的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略加注释 使它还原 那么把意思表达出来 我们来看一些句子 Service of the MRT system's Dangshui-Xindian lines resumed yesterday After the two typhoons damaged the lines 在两个台风肆虐之后 捷运MRT 及Mass Rapid Transit 淡水新电线昨日恢复通车 我把这MRT 它是一个略语 就是几个字母的缩写连起来 M要还原 M是Mass R是Rapid T是Transit 把它融入我的翻译当中 这略语的做法 我们看下一个句子 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会APAC 即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非正式领袖会议 台湾已经缺席了 所以我们看我把这APAC 这略语把它纷纷解释 A表示Asia P是Pacific E表示Economic C表示Corporation 我就把略语通通纷纷解释出来 好 下面一个例子 The EPA says that the sea level will probably rise at least two feet before the year 2100 美国环保署 EPA 及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表示 在西元2100年以前 海平面会上升至少2英尺 我在翻的时候 把这个EPA 这一是Environmental P是Protection Agency 就连在里面做个解释 好 另外一句 Beijing will be able to absorb more economic resources from Taiwan after WTO entry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即World Trader Organization 后 北京将能吸收更多台湾的经济资源 这个WTO我就放在里面 W 就是World T是Trader O 表示Organization 那就略语的翻法 好 我们再看一句 Welcome back says the MC after the first act 在节目第一段结束后 节目主持人MC 即Master of Ceremonies 说到 欢迎继续观赏节目 好 这个MC 我做了解释 M表示Master C是Ceremonies 那就是说几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你要还原到底什么是M 什么是C 那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基本的这个翻译的原理 所以在翻的时候 你要做一些解释说明 可能是专业名词 可能是一些典故 可能是略语 好 下面我们看我们的中外名言 Famous Quotations 今天名言我们用这个所谓的解释补足来翻翻看 先请老师帮我们念念看 Janice Faced 这是个片语 意思是两面人虚伪的或口是心非 那我们要做注释了 也是一样 它是这个一个典故 Janice是古罗马神话中天堂之门的守护神 那么它是司管门户 它有两张脸可以同时注视前面和后面这个情形 所以因为有两张脸 那too faced就隐身含义是虚伪的意思 The last straw 这意思是说导致全面溃败的最后一个因素来做个注 词句完整的说法是 It is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 这我们常听到 这是压倒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表示全面的一个溃败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看下面一个 A bean in one's eye 意思是说自己的重大缺点 它是有来龙去脉的 譬如说我们要看看原来圣经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讲到说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耶稣呢训诫门徒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自己被论断了 就是不要指责弟兄们眼中的墓穴 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表示说自己有重大的缺点 不要天天指责别人 好这是我们今天中外明言的部分 那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绘画部分 今天要谈important male hang on 撑着 check 调查查看 computerized 电脑化 card catalog classics modern actually stay 保持维持 absolutely 绝对 feel like 想要 a trek across the canal 横跃运河或者说隐身座走横远 crucial 重要的、关键的 a piece 一份增值邮件 for nothing 白忙 at dawn catch 赶上 postman 邮差 answer the bell 一门铃 mainland 美国大陆 head for 前往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单词部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今天绘画要谈important male 我们对我们的email email啊什么mail 但这个绘画是谈到这个parcel package一个包裹的mail 好我们先看英文的部分 oh hang on a bit longer i'll check in the computerized card catalog for classics or something more modern both actually there's still another hour almost this place stays open till 11pm and we don't absolutely have to meet Abby at all if you don't feel like a track across the canal and maybe the crucial piece hasn't arrived yet I'll be taking a long walk for nothing you got out of bed at dawn to catch Betty at home didn't you and asked if the postman brought it she answered the bell and said no which came as no surprise what with its being sent from the mainland and is she going to meet us in less than two weeks before we fly back to Taiwan no she can't she'll be in Los Angeles for a short time and then head for China how hang on what does computerized card catalog mean that's what most libraries probably have today they you know instead of the drawers with the paper cardboard cards anymore they don't they don't use those most of the time they use computerized you know you look up I mean you key into the computer online most of the time yes yeah that's right 我们平常比较传统的图书馆 是用这个card catalog 然后说的小桌抽屉 有没有以前很早以前 可能你没有看过 以前我用那种 但现在我们只要上网一样 这个图书馆藏的时候 它已经computerized 都已经电脑化了 可以很方便的看 好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一段的中文部分 好 好 好 哈雯,只要有一个更多的 cuc Ai里, 我在买了这个拉杂 卡卡卡捞的 。 非常有些套号吗? 只要有一个新闻 。 要对 其他一段时间吧? 只要一天,这場酒还不洩个大小时。 只是一个小时, 只要一天, 这个地方还会开到11明天, 这个地方会延de 我们完全没有继续去训练便在如果你不要有没有 遇到小时,如果不觉得 过去到小时, 去到小时上的路面有些怪典主要线特别人 或者么μαut的小时, 我也可能是有些人接近来的 彼は浮 out of bed at dawn to catch daddy at home didn't you and asked if the postman brought it she answered the bell and said no which came as no surprise what was it's being sent from the mainland and is she going to meet us in less than two weeks before we fly back to taiwan no she can't 中文, Los Angeles for a short time and then head for China Hi Charles the girl mentioned the Abe A-B-E,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s short for Abraham Abraham Yes Another phrase I've tracked across the canal Well that has literal meaning of you call it and then the figurative meaning probably not used as much just means a long walk Long walk So a track across the canal 文章中是正说 它真的是要跨越这个 运河, canal是运河 那么有这个隐身 就是说走很远的路 好,来看我们这个 Questions部分 Question 1 Where does this conversation take place? A, a university B, a library C, a tavern D, a hotel B, a library B, a library B, a library That's it Question 2 When does this conversation occur? A, late evening B, early morning C, late morning D, early evening A, late evening That's it Question 3 What is the man most concerned about? A, novels B, lodging C, food D, mail D, mail D, mail Question 4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se two speakers? A, they are graduate students in literature B, they have had some dental work recently C, they have previously lived in the Orient D, they are worried about some close friends C, they have previously lived in the Orient You got it OK, you got it 我们做对了 好,今天来我们的这个 Let's practice 我们来看看翻译 练习一下句型 好不好 Hang on a bit longer I'm checking the computerized catalog 再等一下 我正在检查电脑化的卡片目录 我们看hang on是等一下 这个卡片的目录 来做个句子看看 你可以等一下吗 Could you hang on a minute? Could you hang up a minute? 哪一个错了? The second one gets the wrong meaning Hang up是电话的时候 Don't hang up 你不要挂断 或者说你等一下 我去拿什么东西再跟你讲话 hang up 好,我们看看你们另外的翻法 Could you wait a moment? 简单说 Could you wait a moment? 好,我们看下一句 在图书馆找书 可以用数位化的卡片目录 我们来个提示 数位化叫digitalize You can use digitalized card catalog to look for books in the library You can use digitalized card catalog to look for books in the library 哪一个错了 First one, that's a verb but not used as an adjective The second one is a participle form used as an adjective 好,要用过去分词当形容词 要digitalized 有没有别的翻法 You can ferret out library books via their computerized card catalog 好,ferret out 也是找寻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个例句 这里开到晚上11点 如果你不想 徒步、横跃、运河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和亚伯碰面 好,我们来学这一个 叫做stay open till 一直开放到什么时候 track across the canal 就是横跃 运河或走横跃 好,我们试试看 这间餐厅每个礼拜四 都开到凌晨 哪一个错了 好,老师说stay属于 连锐动词 它要接名词或者形容词 不可能用副词 好,另外做做看 好,我们看下一句 从我家走到火车站 要走很远 it's a track across the canal to go from my house to the railway station it's a track across the canal to go from my house to the railway station ok, which is wrong? the first one cross is either a noun or an adjective or a verb but it's never a preposition that's what you need here yeah,这边要用介细词 cross可以是名词 或者动词 形容词 但它不是一个介细词 好,就错了 叫across 来,另外的番法 walking from my home to the railroad depot means a hike across the canal 很好,我们看一下个例句 and maybe the crucial piece hasn't arrived yet i'd be taking a long walk for nothing 关键的一份邮件 可能还没到 我可能会白跑 那一趟远路 我们要学叫crucial 就是很关键重要的 那for nothing 是做白宫 来做做看 他在这出戏里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he plays a crucial character in this play h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is play 哪一个错 second one's first one's grammatically okay but we say play a role 我们用play a role 不是character 当然角色 是可以讲character 好,另外的翻翻看 he takes a key part in this drama 好,key很重要的意思 好,下一句 我昨天白忙了一场 I was busy but accomplished nothing yestery i am busy but accomplished nothing yestery 哪一个错了 second one's like changlish 中文式的英文 就是yesterday 昨天要用 i was 我们常常识态 我们搞不清楚 好,另外翻翻看 my efforts yesterday came to not not is nothing 什么都没有的意思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做到这里了 那同学要把书再仔细看一下 自己多练习 从翻译练习 从绘画都练习 好,那我们下回见啦 拜拜